亚农医院护理师才刚打完第三剂 就染疫 可怕的是还找不到感染源 全院紧急进行5000人筛检 要找到可能的传播链 流于这名护理师并没有照顾确诊者 也不在专责病房工作 身边匡列的接触者 79人一踩又都是阴性 依需省政男分析 如果不是从院内辗转传来的 那么事情就打掉了 尤其这名护理师 曾到海底捞吃饭 比起家庭 学校和职场群聚 餐厅群聚真的棘手太多了 恐怕社区早有黑数没被揪出 工作场合找不到感染源 那它的感染源就来自于社区 并不是每一个护理人员 得到都一定是院内感染 社区应该是有些隐形传染链 在慢慢在蔓延 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遗忧 的确蛮担心这一例 还有去什么儿童新乐园 它也许在这些公共场域得到 当然有可能 在医院工作 加上足迹遍布双北 偏偏又迟迟找不到感染源 恐让社区呈现更大风险 据得林文林佩洁 新北采访报道